家人们谁懂啊 广州图书馆也太适合我们这种失业穷人去假装上班了吧 临园喝水充电上厕所 九层楼的书面废看 再也不用去星巴克了 广州失业的人都在哪里 今天带大家看一下广州图书馆 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地方 今天是工作日 整个图书馆却非常多的人 基本上一味难求 认证观察就会发现 除了带孩子的 学习配卡的人群 还有很多中年人 他们或看书或休息 而其中相当大的比例是失业人群 因为不知道去哪里 又不想家里人焦虑 所以每天像上班一样在这里 和星巴克坐着的都是失业人是一样的道理 而这就是现在广州失业人的现状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下滑 中国青年失业问题备受关注 有学者曾表示 中国青年失业难题或持续十年 恐酿成政治问题危及中共政权 中共官方近年来一直在寒稳就业 但中国青年的就业情况却不断恶化 今年有1158万大学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 然而面对史上最难毕业季 大学生毕业及失业已成为常态 大批年轻人选择躺平 做不恋爱 不结婚 不生子 不买房的四部青年 中共教育部12月5日公布 即将在2024年毕业的中国高校大学生为 1179万人 比今年又增加21万人 再创新高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 经济学者刘元春6月曾发出警告 青年失业问题不单是一个周期性的问题 而是系统性的问题 趋势性的问题 我们判断 今后青年失业难题可能会持续10年 短期内会不断加剧 他表示倘若处理不当将会引发经济领域之外的其他社会问题 甚至成为政治问题的导火索 今年7月17日 中共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 6月中国青年失业率达到创纪录的21.3% 8月 统计局以统计方式需要优化为由 不再公布中国青年失业率的数据 虽然青年失业率的数字消失了 但这些人却没有消失 而是出现在各大城市的图书馆里 图书馆指数成为观察中国青年失业率的风向标 网上有大量视频显示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的公共图书馆 成为失业人群的避难所 这里有免费的空调、热水和充电插口 许多没有找到工作的大学生以及失去工作的中年人 都挤在图书馆里、读书考研考工或假装上班 他们和上班族一样 每天早来晚走 唯一不同的是他们没有工作也没有薪酬 随着就业情况日益严峻 慢就业全职儿女45度青年等形容失业人群的名词不断衍生出来 最新的名词45度青年一度登上热搜 因为躺平是零度 而极端的内卷是90度 在躺平还是内卷间寻找立足点 就是45度 形容中国青年卷不动又躺不平的窘境 你们感谢我又没有工作了 事情是这样子的 今天老板突然跟我们说设计部就要解散了 原因是因为店铺业绩不好 卖不出去 所以不需要我们了 加上我一共是三个人 包括主管 全部都要走 老板也一直在哭 说对不起我们 真的很不好意思 那种情况我们也只能说没事 让他加油撑下去 老板不容易 我们也不容易呀 拿着试用期的工资 天天加班加点做完了 到现在是不需要我们了 就一脚踢开 现在协商好的事实 让我们15号走 因为手上还有一个款式要上架 上架完了就该走了 我就想说 现在想要一份稳定的工作真的太难了吧 这会刚好是我来深圳的一年 一共有过三份工作 但是都没有拿过一份转正的工资 我累了 反正这破工作我目前是不会再找了 然后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吧 2023年的最后一个月 我又失业了 今天用了一个小时办理好交接和离职手续 虽然已经经历过一次裁员浪潮 但再次失业还是有些小失落 今天早上我还像往常一样打卡上班 丝毫没有意识到公司将再次整合 上午10点半被领导交到办公室约谈 领导先表达了歉意 由于大环境不好 这一年多公司业绩不断下滑 几次调整业务方向都不成功 导致我们的薪资也在不断的下降 现在不得不进行部门整合 我被合并到了别的组 薪资虽然没有下降 但是要求5点半下班以后 在家办公保证到晚上9点 面对不断下调的薪资和不断上涨的工作时长 我觉得有必要考虑一下辞职了 打电话问了一下媳妇的意见 她觉得虽然公司有难处 但现在的工资和薪资却是让人难以接受 她支持我的想法 我从事的是互联网医疗行业 这一年多以来大环境一直不太好 我们的薪资也在不断的下降 半年前还从双休日调整为周末单休 这期间就有一部分同事主动离职了 公司也省了一部分裁员补偿 下午1点我找领导说我要辞职 领导表示理解我的决定 还说以后公司业务好转了 欢迎我们再回来 大概一个小时我的离职手续就办好了 收拾一下个人物品 该留的留 该扔的扔 两点多最后一次打卡就可以回家了 这是我工作生涯中第一次裸辞 我也没有想好接下来要怎么安排 但想到每个月的房贷和家庭开销 我还是要积极的面对 希望在过年前能够找到合适的工作 重新上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